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患有生殖器泡诊时要选择正规的医院接受治疗 以免给身体带来严重的伤害 一提到艾滋病人们就很可怕 但是生殖器泡诊频繁的发作会增加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几率 增加了治疗难度 另外身体所携带的病毒可能会侵犯到内脏中的神经系统 让患者出现泌尿系统以及胃肠道系统的症状 同时也会侵犯胸膜以及腹膜 二 局部疼痛以及恶心 当女性患上生殖器泡诊时 生殖部位会有剧烈的疼痛感 而且持续时间长 泡诊有可能会像子宫颈 外阴阴道以及大腿部位发展 增加了治疗难度 增大了精神压力 另外泡诊病毒也会让女性处于口痛和恶心状态 这属于常见的副作用 温馨提示 女性患上了生殖器泡诊会对身体带来这么多的伤害 所以应该及时去医院做治疗 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或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集中一个时间 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关于泡诊的那些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